歡迎收看小女兆33號 今天的現場非常非常的開 尤其是我身旁這一位女主持人 沒錯 我跟你講 今天來這個來賓 一定要由妳來介紹一下 因為妳今天已經為了她 剛剛我們開個記者會 已經哭一次了 接下來會不會再哭第二次呢 先給妳介紹好不好 這一位呢 真的是我心目中 她永遠都是這麼的迷人 而且她 因為她的身材永遠這麼S 對 對 身材永遠保持那麼好 然後她真的是 太棒 太棒的了 我自曝曝今天介紹她的 李文 可可 國際天后李文 可可來囉 睽違四年 強勢回歸的李文 帶著新專輯再次盛開 讓大家能再度目睹 籌集巨星的風采喔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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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起立一下 給你起敬一下 不敢 出新專輯 我要出現的 出新專輯 特別要送給兩位 謝謝 賺到了 真的賺到了 拿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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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對 好幸運 好開心今天來到這裡 這張專輯隔了非常非常久 對不對 四年 隔了四年 因為專心的在當人妻嗎 其實呢 有很多的因素啦 可是就是我希望做出一個優秀的 一個很棒的一些音樂 所以這一次就用非常嚴格的耳朵 去挑選歌曲 但我要先問一下妳啦 因為妳自己本身是她 這麼大的一個Fan 妳是什麼時候 為什麼會這麼喜歡 我是很大的Fan 不代表我很大隻喔 妳講話的時候 妳那眼神要注意一下 妳是個很大的Fan 好 妳怎麼會這麼喜歡我們Coco呢 就從她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我就那個時候在念書 差不多也是下面這個年紀 國中的時候 然後同學就是都很流行 聽她的歌 然後她的歌就是 每個人都會唱 女生 特別是女生 所以都會買專輯 然後到後來我就開始 好習慣 就是好習慣 小朋友記得要學這個好習慣 然後就每一張專輯都會買 然後我就發現她真的是 能唱能跳的歌手 她的舞台魅力 就是都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羨慕 所以其實我後來當了歌手 雖然我們不是唱跳琴的藝人 可是我在演唱會上 我都會有一些部分 我像之前的幾場巡迴 我都會有個人的舞蹈Solo部分 其實那真的都是 太感動了吧 而且妳還跟她有親嘴是不是 你們兩個 對啊 上一次在那個分享 這張在分享典禮的後台 而且因為我們那天 已經巧遇第二次了 然後那個就是在一個長的走廊 然後她從那邊 我們從這邊走過來 然後慢慢 有點像 然後她就很可愛 她就這樣 對 我們是那種 看到對方很遠 慢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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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來慢鏡 然後再看到對方 就很熱情地這樣擁抱 然後一抱緊之後 Ella就會旁邊起哄 喇吱吱吱 是 然後就氣下去啦 開心嘛 對啦 真的 所以這個要問一下 我們小宇宙聯盟 妳們對於這個Coco姐姐 妳們的印象是什麼呢 王湘如 打從娘胎就聽到她的聲音 因為我媽媽是那個 李文姐姐的大粉絲 跟我一樣 對 然後就是 我在肚子裡面的 在媽媽肚子裡面的都聽 就是姐姐的歌曲 是 差不多 不是 因為Coco姐姐出過太多專輯 出過43張的 沒有 真的嗎 有 我們幫妳統計了一下 這是道版的嗎 沒有 真的 那道版怎麼不只是四張 有很多張專輯 所以真的是陪伴大家 一起長大的很多音樂其實 是 對不對 所以從娘開就聽到 她這個演技 文軒 爸爸的女神 長得很可愛 因為他看了一個電影 就是這個電影 《網火查龍》 然後裡面的主打歌 就是Coco唱的 然後爸爸很喜歡 就買了專輯 是啊 還帶來了嗎 好可愛喔 可是從台灣寄來 寄去沒有 真的喔 其實我家也有一整套Coco的專輯 可是因為我幫妳家 我就沒有帶了 現在不是一個跨讀的時候 我們只是在講一下而已 不用互相炫耀 好嗎 不想輸 好 那個新歲弟 妳覺得是一個漂亮的女娃 對啊 因為她的身材太棒了 是不是跟部落的 妳常常看部落的女生比起來 有嗎 Coco比較漂亮 因為她是原住民 是啊 原住民小朋友 很會唱歌 她很會唱歌 等一下要聽她唱妳的歌 她很會唱歌 是啊 對 好 待會兒 幫妳打的分數高一點 很容易討好 講到Coco 其實有一個大家一定會記得的 因為她很會扭腰擺臀對不對 所以璐憶恩 對 翹屁股 今天我在電視上看到 然後她就說 然後我剛剛又看到Coco姐姐站的姿勢 真的是很翹 是不是很S 對 大家對妳都是這種印象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校園座聯盟 每個人都準備了一些表演 要是想要對妳的歌曲來致敬一下 對 首先第一位參賽的 就是我們的Selina姐姐 是 是我 我先粉末登場 妳要送她一首什麼歌 其實李文的每一首歌我都會唱 對 所以 因為剛剛在看RUNRUN的時候 她就說 其他人不用唱 都我唱歌好了 都我都會唱 我們講就他們全部唱 然後我自己一個人在 不可以 後面唱完全部的歌 但是不可以 所以我就選了裡面 就是比較早期的歌曲 代表說我從她早期的時候 就一路的都喜歡她 然後這首歌也是我要對她說的 因為我對她真的 第二張專輯的歌曲 來 歡迎Nana姐姐 你知道嗎 Selina向偶像李文致敬 她會如何詮釋這首 真心真意呢 我始終擔心 在妳的心裏 在妳的心裏 是否真的願意 讓我陪妳朝夕相依 讓我陪妳朝夕相依 我沒有懷疑 我沒有懷疑 妳習慣妳的愛不露痕跡 妳說我天真的徹底 妳們的愛不露痕跡 妳的愛不露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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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人的愛不露痕跡 最笨人的愛不露痕跡 我都不露痕跡 妳的愛不露痕跡 我真的忍不住要抱一下 擁抱一下 我剛剛差一點哭了耶 我剛剛差一點也流眼淚 因為我真的 我要特別就是稱讚一下 先控制一下自己好不好 妳知道嗎 一個人呢 她的靈魂 對 就是從她的眼睛裡面看得出來 Selena真的是個好好的孩子 她真的是個非常好的人 所以我相信呢 妳老公真的很幸福有妳 超幸福的啊 她是個大好人妳知道嗎 真的 又用功 她很努力 妳在幹嘛在讚好什麼 妳不敢 她是一個很努力很用功的人 然後呢 她在舞台上呢 永遠就是要呈現給大家 她最好的一面 從來都不懶惰的 謝謝… 謝謝… 很感動 我真的很感動 所以呢 我覺得 她是 Selena最棒 好… 好… 後面的參賽者 你們自己知道啦 好… 你講話什麼 好… 好啦… 老師已經把這個最棒的話 都送給妳了 就不用講評了好不好 對啊 我真的 在自己偶像面前唱偶像的歌 真的超緊張的 真的耶 在偶像面前唱偶像的歌 然後還被偶像這樣稱讚 根本就… 我這一整年我都值得了 這一年 對 好啦 我們今天真的要開始來回顧一下 我們先從Coco的第一張專輯嘛 對不對 妳還記得第一張專輯的名稱嗎 叫做… 第一張專輯 妳還記不記得當時出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譬如說要去 那時候開始走校園 或是一些宣傳 是不是很辛苦 非常辛苦 非常苦 尤其是我們那個時候的 唱片公司是非常小的唱片公司 沒什麼錢 所以我們都是要坐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坐機車去趕通告 而且是夏天非常熱的時候 我還戴著那個安全帽 對不對 然後到了那個電視台 安全帽摘下來之後 整個臉都是黑色的 對 那個都是黑色的 然後還有就是 譬如說趕那些校園演唱會 是坐火車 可是坐火車是那一種 是沒有座位的那一種 因為比較便宜 站票 真的 站票 你買過站票 是 然後我記得 一邊是拿著那個化妝箱 另外一邊是拿著我的打歌服 然後站在那裡 從晚上12點到早上8點半才到台北 對 其實沒關係 就是一定要經歷一些苦 你才會珍惜現在所有的一切 小朋友聽到了嗎 講得太棒 但是我上頭是比較好奇說 那個時候坐摩托車趕通告的時候 是 那你前面那個人 你是抱著他 還是你是坐著後面 沒有 抱著 就抱著他 那你是這樣跨腿座還是側座 跨 跨腿啊 跨腿 沒辦法 有點真的要更趕 好 所以我們一開始 第一張專輯這首歌呢 是王翔若要把我們回顧對不對 致敬的 是哪一首歌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為什麼選這首歌 因為媽媽很喜歡這首歌 真的 我也很喜歡這首歌 真的 乖 乖孩子 我喜歡你 最後問一下Coco 這首歌 因為他等一下要唱 那您是今天唯一的評審 唱這首歌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這首歌 其實情緒 其實唱歌很重要 就是要有一個情緒 然後呢 在這首歌我記得 我記得在錄音室的時候 跟這個製作人還有一點辯論 就是有點小討論 因為那個時候呢 在台灣呢 是沒有人把一些抒情歌 加那些R&B 一些轉音的 對 轉音很多 然後呢 那時候我是19歲 然後呢 我就跟老師說 我一定要有加這個 就是我的一個風格 風格 對 可是他覺得這樣很不商業 人家在KTV唱不了 我就求他 就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呢 他就是好了 我們冒一個弦了 我們就這樣唱了 然後沒想到呢 就是變成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一個東西 對 就是有一點轉音 所以呢 重點就是在這個歌呢 在轉音的地方呢 要轉得票啦 好不好 加油 稍微提點了 我接下來交給你了 來 降露 歡迎 李文鳳店教學 Selina表現超Over 他其實抓到這個神情 對 就是很sweet的 很可愛的這樣 期待很淡 對… 你故意有時候 譬如說什麼 你就要跟那個機器玩 孫茂拳不斷晉級的動力 前三天 表現相當出色的孫茂拳 持續晉級的動力 是來現場加油的女兒 那今天很感謝 是我的小女兒 一起陪我來這邊 參加這個活動 好不好玩 孫茂拳能否靠著女兒的力量 擊敗強敵 請鎖定今天晚間10點 超市金頭腦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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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翔如 將用真摯動人的嗓音 演唱經典歌曲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來 忘了昨夜我的淚 過了今天我是誰 鏡子裡的那張臉 會不會擁有明天 你的心總是善變 愛上你始終危險 一場不變的謊言 願不願給我明天 真假的瞬間 夢幻的邊緣 太多痴心也不能化成一個緣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我依然愛你最深 別再緊閉你的唇 不哭不笑也不問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我依然愛你最深 你的眼神太傷忍 不看不聽也不問 我的真 你今天唱得特別好聽耶 難以不成是我剛剛給你 壓力太大了嗎 你這樣使盡全力 又是你的功勞 請一下Coco請幫我們講評一下 我要問一下叫什麼名字 祥如 我叫祥如 王祥如 我覺得以後大家很有機會 看到這個小女生以後站在 真的是站在舞台呢 而且是做一個非常成功 一個紅的歌手 謝謝 很有天賦 她的嗓音 天生就是一個漂亮的嗓音 然後你有學過唱歌嗎 沒有 我就是本身是原住民 對,所以就很喜歡 天生就都會唱歌 天生真的是就會唱 他們從小就唱歌 因為你知道嗎 唱歌有很多技巧上的東西 是要教的 什麼時候要放重一些 什麼時候那個 就是哪裡要有氣聲 哪裡要重 哪一些要輕 你都完全是自然就轉握得非常好 掌握得很好 對,因為我都聽就是 李文綺的就是模仿 我都 你真的有眼光啊 你 好眼光啊 請問Coco老師 針對剛剛這首歌 究竟那個轉音是在哪邊 在副歌的時候 譬如說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我依然愛你最深 你的眼神太傷人 不看不聽也不聞 我依然愛你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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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啦 你這樣一直... 太會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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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我被扁 不是 可是還不覺得 那個轉音就真的很美 你立刻投入 你這樣轉 你都不會不小心轉成難聽的 就是你轉的還是很好聽 我希望是好聽的 什麼 你試算看看 就是像你學學看這樣子 像剛剛那邊 你試試看 如果真的不好聽 你不要生氣喔 你盡力 你努力像剛剛那樣 我... 你找你的Key 你找你的Key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我依然愛你最深 你的眼神太傷人 不看不聽 也不玩 你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我們正常人去轉它 就沒有辦法轉得像您 這麼的 也是一個比較差勁的味道 就是一個比較不好的味道 沒有 可是我真的覺得 像轉音這種東西 它真的是 就是可能Coco她小時候聽的音樂 或者是什麼的 讓它有這種影響 像學一些樂理嗎 所以它就可以從它自己唱出來 對 你知道很多時候聽一些blues 藍調 或者就是R&B的音樂 都是可以培養你在音樂上的一些發揮 因為很多節奏藍調呢 就是很free的 free tempo 那有時候如果 在唱歌比賽 如果你就唱著一個字 一個字 一個字 有時候我們評委會覺得有點無聊 有點平 所以我們喜歡有一些把它改變 有給它一個新的花樣 聽起來也比較精采一些 接下來我們來回顧第四張話語專輯 叫做Coco 李文對不對 因為這裡面也是有很多的R&B唱將在裡面 那其中呢 這個《往日行》這首歌 還是當時這個第一世家 這個八點檔的這個歌曲 是 對的 而且那個Coco在《往日行》的MV裡面 還整個就是渾身打溼 很性感 對 超級冷的那一天 很性感 我還永遠都記得呢 就是導演說我們要淋那個水 淋那個雨 然後好可以 然後那個時候是超級冷的時候去拍 然後淋下來 然後呢 所以在MV看到我 一直這樣子好像 好像很痛好像難過 對 好像是那個就是在唱這首歌 是那種難過的情緒 沒有就是 好冷喔 結果意外的佛歌曲 真的是 好 接下來呢 這首是要我們 人豪要幫我們回顧對不對 對 人豪要幫我們回顧裡面哪首歌曲 這是《往日行》 就是這首歌 對 為什麼妳選這首歌 因為我姊姊是她的忠實粉絲 真的喔 然後從小時候她就一直放她的歌 然後導致我也很喜歡 然後 對 姊姊幾歲啊 姊姊幾歲啊 25 喔 是喔 那妳呢 妳看起來26耶 然後姊姊18歲 講錯了 妳幾歲啊 15歲 騙人啦 是不是就拿來看看啊 真的有成熟感對不對 小孩要騙人 真的冒你心醉啊 妳肯定有特別打扮一下啦 就是為了今天的比賽 穿得比較正式一點點 對 歡迎 謝謝 歡迎 經典好歌《往日晴》 將由陳仁豪感性與成熟的嗓音 完美呈現喔 好 讓我慢慢望近你 像照路蒸發陽光地 乾乾淨淨的心情從此 不再背負思念經濟 記憶它屬於生命 誰能起抹去我 只能全部都藏椅 腦海裡 一群時光往靜近 一群時光往靜近 我該如何整理 一群時光往靜近 正教人離不從心 這份情感如何換給你 誰能夠代替你 我 筆記憶浮出真情 為什麼 世界毫不公平 先讓我們相遇 有紀念太多風雨 午夜夢裡 常常回到往昔 夢醒愛人傷心 因為當時有你 謝謝 好厲害 怎麼每一個都那麼會唱啊 我覺得你們今天在這個原唱面前 都特別厲害耶 真的 好多全力耶 你是不是專業歌手了你 謝謝 你是不是專業的 我不是 那剛剛王日清這首歌呢 完全就是那個氣要撐住 因為它一個一句是比較長的 所以就是放輕 然後又收回來 輕重輕重這樣子的去唱這首歌 然後其實我會給一個小小的建議呢 很多時候一個歌手如果他在某一個句子 有一些轉音 對 如果你跟不到那個轉音的那個 音樂 你把它換 換成你自己的東西 因為有時候你是 你去跟那個原唱的音樂 有時候聽起來有點硬 你去唱那個轉音會有點硬 所以你就把那個音換掉 換成你自己的 這樣的一個叫 會更好聽 更有說服力 好不好 謝謝 今天大家真的得到好多 賺到了你 真的 好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這張專輯 這張專輯算是第六張的專輯 而且這張專輯在這個 Coco在裡面是 那個造型我覺得太厲害了 紅色的牛角 是 那個牛角頭 這個 沒有啦 我們叫它鳳梨頭 鳳梨啊 那個是很多個 然後那個顏色我們叫煞車紅 在性感尺度上 你會有一定的尺度 還是其實你是只要為了藝術都可以 真的從來沒有可以去性感 真的 所以其實到現在人家 剛剛我看到好多小朋友說 很性感 我就 真的 因為呢 其實在舞台上 某一些歌或者舞蹈 為了那個表演 是需要這樣的一個衣服 那可是呢就是 真的是不是 要性感這個自然 不是追求這個 但是 好 你這樣說也好 我也接受了 你這樣說 你早點講 好 我就是等你說這個嘛 哎呀 誰可以講那麼多 好 你剛剛要講 我們這首歌是誰要幫我們來回顧 問妮對不對 問妮 你選哪一首歌 滴答滴 好 歡迎問妮 OK 經典歌曲滴答滴 再次重現小宇宙 心碎地經典現場 讓李文愛翻天 我心中的自己 每一樣都願意 為愛放手去追尋 用失去珍惜 我要抱一下你旁邊 Oh my God 你來來可以住我家 去香港可以住空間 是超級電視台 經典快歌滴答滴 將由陳文妮與她的舞群 經典重現MV畫面 打打打打打打打 Dea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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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你微笑的深情 讓我載你手心寫字 每次約會我的心情都好駕駛 月光照亮你的眼睛 愛我的心裡不休息 每次約會都變成一個紀念日 想說再見 宇宙開始忍不住 向前面 愛愛愛愛 到時候開始 滴答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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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答滴答滴 而且又唱又跳 看得出來是很有自信的那一種 因為他其實抓到這個神情 就是很甜蜜的 很可愛的這樣子 期待 等待 對 你知道這個 剛好你在表演的時候 這個就是你的舞台 除了就是你跳那個舞蹈之外 其實你看到有幾個機器嗎 漂亮 有幾個機器的時候 你就故意有時候 譬如說什麼 你就要跟那個機器玩 這邊有時候來到這邊 Oh my God 好性感喔 然後轉過來 還有擬一下 就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舞台是屬於你的嘛 所以如果你只是站在那裡跳 就是會比較平 如果你真的要不要突顯你自己 有時候就是跟那個攝影機 大膽一點 Yeah 可以 大膽 就會更好 我們第一次看到攝影師 就是有那種奇怪的微笑 你看顧著這樣 對 攝影師 攝影師想說 李雯剛才給我一個這樣 因為那個電力是真的會感染 在所有人身上 對 就是有一個互動 然後在舞台要更換 反正都是很有很優秀的 很棒的參考意見 對 那說不定以後 他們真的是我們的這些超級巨星 對 都是後期之秀 OK 然後我希望他們在台上領獎的時候 就說到 那個時候KuKu老師就在舞台上 對 所以就很有幫助 今天拿到這個獎 要特別謝謝KuKu老師這樣 KuKu老師 你們都要記得 有一天不要忘了我們 也不要忘了小宇宙 我跟你講 KuKu老師 你有個真的最棒的學生 我旁邊這一位 你的Big Bang 剛剛把你整段這個課程 都學習下來 他也要玩一下鏡頭 好嗎 好 小老師 這個真的很會 他給你踢足開始 好 想看 一次過四季 一次過四季 一次電四季 過了啦 最棒的學生 這幾季真的有被電到 但是剛剛這一季 我覺得他有點害怕他 他有點想退到隔壁棚 跟你手已經伸出整個鏡頭 根本就要去摸他的頭了 你知道嗎 很熱情 掌聲鼓勵一下 好 好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這張專輯 這張專輯其實是第七章的華語專輯 然後這個SUNNY DAY對不對 好心情 這張專輯你特別有感觸 對 當然我自己有一個故事 因為那時候我念高中 然後就是有一點小情傷 所以我就是常常在坐公車 然後就是會帶著WALKMAN 然後就聽這首歌 然後真的是就聽到哭 可是這就是很反常 因為你的心情 那個時候你失戀 所以你什麼歌都可以哭 即使播到這首歌 我心情差到我也是笑不出來 即使我耳朵聽著 那個就是 一見你就有好心情 可是我還是就是很想 你是有覺得他在笑你 還是什麼的感覺 不是 可是那個時候就是 我沒有辦法 就是開心做任何事情 但是我只擁有了 就是COCO的歌聲陪著我 你給他好多力量 所以這個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 所以後來在你自己的演唱會上 其實你們也有請COCO去對不對 對 有在上一次的巡迴的時候 我們就邀請李文 到我們台北上的嘉賓 然後我們三個人就跟他合唱一首歌 就是好心情這首歌 然後除此之外呢 因為我們平常在私底下 唱KTV的時候 我們都會唱另外一首歌 叫真情人 然後Ella的人都會把它唱得很誇張 然後把肢體一切都是做得很誇張 因為真情人那首歌 它有一點點性感 還有一點點像拉丁的感覺 是的 對 所以我們都跳那個舞 可是我們並沒有辦法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就做得很誇張 然後我們在演唱會上 就獻給了COCO 你把一個KTV的片段獻給COCO 對 我們KTV的玩樂片段獻給COCO CO當下連有點抽動 What this 但是我現在就是 我們可以放給大家看那個片段 除了跟李文合唱 三個人還搞笑地獻出特別表演 給他們的演唱會嘉賓 很懶得愛情讓人頭疯 難得難得思念讓人心疼 能跟心目中的偶像同台演唱 讓Selina是感動的當場飆淚 今天彩排的時候被哭 然後現在又哭了 好愛他 他真的很愛你 我很開心 就是你是我的偶像 然後我可以跟你一起看 太好了 無法接受 我覺得你跟Ella做這個 我大概可以理解 連KTV都做這些事情 對 他跟著我們一起 當然也一起做啊 因為他在做這個 有被逼的感覺嗎 好可愛哦 而且如果我們那時候沒有暖身就做這個 有時候 會有聲音出現 好,所以這裡面有一首歌叫做自己對不對 這首歌當時也是你參加 我又有故事了啦 我跟他的故事很多啦 你們是不是也好多久 因為我那時候就參加公司 就是現在出道這個SAG的比賽的時候 我決賽就是選擇了他的Reflection 然後我唱的時候就是很緊張 不知道唱錯段落還什麼 反正一出來也是就半道就摔了一下 可是我就還是 而且是我這輩子第一次上電視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緊張 然後唱錯段落這樣 就是覺得很糗很糗 可是在那個比賽裡面 就是 因為後來是才在選出Hebe Ella 然後我們就選三個人一起出片 可是在那個比賽中 當天我還是拿到第一名 所以我就覺得不可思議 可是我就覺得 天啊,我的偶像讓我很幸運 幸運可以拿到第一名 是你摔的樣子很漂亮 所以我就覺得印象深刻 可是我那時候超胖的 超胖 胖到那時候人家都覺得 我很像一隻豬 真的很像豬的胖 最胖的時候不是最近喔 沒有,那個 最近是比較小一點點的 是現在更嚴重對不對 好,我跟你講 所以接下來這一段回顧 你自己要好好的開心一下 因為要幫你回顧這歌曲的呢 是我們的心碎弟 心碎弟 兩個我的愛 你的愛人都來了,好嗎 心碎弟,你要唱哪首歌 我要唱自己 自己 你是唱中文版的對不對 對,因為看我花木蘭 你也看花木蘭的動畫 然後我覺得這首歌很好聽 謝謝 心碎弟演唱經典情歌 令Coco難以忘懷 小聯盟大跳Coco舞 連李文都自嘆不如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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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練了多久 好笑死 對啊 每天嗎 對 我要退出歌塔呢 我還要練的接鞋 一張虎帶畫作 答案令人超意外 途中戴著假髮 洛可可風格打扮的 清朝皇帝是 對或錯 會做這種事的人大概也就 對或錯 正確解答是 清朝經典文競寫 超市經典頭腦 對 小宇宙33號 極致活動開跑囉 接起手機下載放好康APP 翻看小宇宙33號的節目預告 並且完整搜集五張節目圖卡 就有機會戳中好康贊品 小宇宙33號好康極致活動 詳情請至超市官網查詢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超級電視台 令狗狗大讚不已的行隨地 將用美妙好聲音 來詮釋經典情歌四集 仔細的 看著波光中 清晰的淡泥 是另一個自己 她屬我最真實的表情 不願意 生活中也是 真心敷衍了 愛我的人的眼睛 我心中的自己 每一秒都願意 為愛放手去追尋 用心去珍惜 謝謝 謝謝 我要抱一下你 寶貝 我的天啊 這個什麼東西 妳們兩個我都好愛 妳們兩個我都好感動耶 真的很感動耶 雞皮疙瘩又起來喔 對 真的雞皮疙瘩 她的歌聲喔 你知道我很喜歡有一點這個同音 其實她也 她剛剛一開口 就讓我想起Michael Jackson笑的時候 對 她那種聲音呢 她完全可以唱Michael Jackson 那個Jackson5裡面的那些歌 對 妳的聲音很適合唱 而且會驚艷所有的人 那妳會跳舞嗎 會 妳會跳舞喔 不得了耶 跳一下 我不會跳 哪一種 妳會跳哪一種 我會跳那個全程熱愛 全程熱愛 就給她給妳個節奏嘛 就來一下啦 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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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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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有無感的啦 妳可愛啦 那個肉那個這樣動對不對 對啊 對啊 而且我跟妳跟大家講 跟Coco報告一下 其實她的厲害是她會飆高音 是啊 對啊 今天可以幫我們感覺一下 我們嚇一下一下我們Coco姐姐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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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是很漂亮 她那個非常非常漂亮 謝謝 真的很厲害 好厲害 好厲害 多才多藝 我好喜歡妳 真的 妳們兩個喜歡的東西很像 對 就喜好都很類似嘛 是 寶貝 妳是我的寶貝 小寶貝 她會被妳們搞得從始人怕女生 來 妳可以住我家 去香港可以住 妳好多地方可以住好不好 謝謝妳 謝謝妳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到 我們Coco的最新專輯了 對不對 裡面有首主打歌Coco這首歌 這首歌聽過在拍MV的時候 非常的辛苦 對 他們說是 怎麼說 因為我們那天是拍了24個小時 然後再加上 我們是就是一整天去跳這個舞蹈 然後就是我們有一段是在走那個跑步機 就走了一個小時 一直這樣走 一直這樣走 然後最好玩的是什麼呢 我們拍攝這MV有一個金門 很大的一個金的門 然後門一倒在地上之後 就是有一噸的這個金粉嘛 就是撒在地上 然後啪 下去了 就是金粉就飄到全個 就是錄影棚都是嘛 然後我就一直吸很多那個金粉 突然間覺得自己有個金嗓子 對 金嗓子 好樂觀 怎麼這麼樂觀 就憲好的金嗓這樣 對 變成金嗓子 可是就是 我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為拍出來我滿喜歡那個效果 所以今天我們只有幾位同學 你看他們也把自己空間了一下 空間的都來了 他們也想要來跳手這裡面的這個舞蹈 這個舞蹈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其實副歌嘛 主要是副歌 副歌就是交叉 交叉 我常常是說交叉 交叉 拉窗簾 就是說 它有個口訣啊 就是副歌 對 副歌呢就是 交叉 交叉 拉窗簾 Oh my God 對 交叉 交叉 拉窗簾 懂了嗎 讓你做做看 讓你做一次看看 你再一次好了 Ready 來 來 嗨 Baby Coco Coco Oh Oh 我的心門 在心底的你打開 Baby Coco Oh 嗚 嗚 歡迎你們 歡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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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聯盟大車舞技 向立文致敬 特地帶來新歌 Coco的完美表演唷 Yeah 到底封閉多久的靈魂現在在哪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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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满 当心里帮你打开 Baby Coc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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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发在你的眼前躲藏 为了发在你的眼前躲藏 为了发在你怀里伪装 我的心满 当为了发在你怀里伪装 Baby Coc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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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Coco Baby Coc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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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满 当心里帮你打开 Baby Coc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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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Coc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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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好厲害哦 這是那麼優勢以來 最後跟他查的一次 超厲害的 你們很棒嘛 我們啊 你們很厲害 很棒耶 這嚇到我了,你們 是啊 你們練了多久 你們練多久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內練完這些 你們各自回家 又都大部分花了多久時間練習 這次 一兩個小時 每天嗎 我要退出歌塔呢 為什麼要兩個小時 每個花了兩天 花了兩天學那個 因為這個舞裡面 是不是真的有性感的要素 他們剛剛其實有掌握耶 有 他們真的女生 OK 我要說宅宅過來 宅宅 因為宅宅是宅宅嘛對不對 對 因為有一個動作是這樣子嘛 所以我覺得 好像他做得有一點怪 好像上廁所擦屁股的感覺 你做一次 你做一次 你做的那個 性感 你剛才覺得性感的 真的很像那把內褲穿起來 然後女生 然後上完廁所 所以請問可可 像這個原版的這種性感 到底要怎麼去呈現呢 怎麼去呈現 沒有 剛剛他們真的是 就是跳得非常非常完美 真的是有天分這些 因為他這麼短時間去學 就是他天生就是會跳舞的 有舞感的小朋友 是 很不錯 謝謝宅宅 謝謝宅宅 好 每個都是真的好會表演 真的 他們都是專業的藝人嗎 我覺得未來都才有 這條路在前進 現在是都喜歡 但是現在的小朋友 就是都很有才華 是 有才華一樣 真的很有才華 我今天 他們讓我真的是眼前一亮 我覺得 有他們 真的很有希望 好棒喔 加油 加油 真的 這個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新專輯 大家一定要去支持一下對不對 是的 要不要特別再推薦一下 對 這張專輯其實 總共十一首歌 然後呢 裡面都是一些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快樂一點的 一些歌曲 其實有很多的故事 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整張專輯是圍繞著愛 第一次謝謝我們今天 終於介紹的天后靈活 可可樂的介紹 謝謝 謝謝 親子旅遊必去景點 令眾人看眨眼 我們就在海拔 一千兩百多公尺高的山上 藍天白雲 然後再綠色 你看小朋友們 都這樣叫成這樣 晚上的時候 我就帶他們去一個溪流 帶他們去抓蝦 太多了 你抓太多了吧